好 刚刚我们产生了一个栅栏堆 接下来看如何来生成一排整齐的栅栏 首先我们把这个栅栏换个名字 叫做FencesHip 栅栏堆 接下来创建一个栅栏 好 我们直接将这个复制 我们按了Ctrl加W 可以来直接复制一份 这个就是栅栏 Fences 如何来产生一排栅栏呢 我们同样的也是通过这一个构造脚本 将它稍微修改一下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我们还是用循环 但是循环就是每次将它的这一个位置 向某一个方向来移动 好 看一下怎么来 我们把这个随机部分暂时先去掉 先去掉 而是用另外用这个index这个值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 这一个栅栏的宽度 假设我们现在乘 让这个值乘以一个树 来试一下 把它给展开 把它展开 然后每次乘以一个大概200的树 来给这个Y值 我们点编译 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产生了一排整齐的了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我每隔200 每隔200 就产生一个数 让它的 你看这个index是什么 它是输出0123456789 对不对 所以就是第一次是隔0 第二次隔200 第二次隔400 第三次隔600 好 这是每次隔200的隔下去 但是Y轴不对 我们应该选择这个X轴 我们再来看 X轴呢 现在就出来了 这一排栅栏了 但是这一排栅栏 好像隔着这个距离还不是很够 所以 嗯 我们再把这个200变大 变成300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栅栏的感觉差不多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隔开一点点 350左右 再试一下 因为栅栏其实不一定要很 多了一点点 325 编译保存 注意啊 一定要点编译保存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产生了一个栅栏 你会说 它的长度是由谁决定的 是由这一个树决定的 对不对 last index 它循环多少次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来构建一个变量 我们来创建一个变量 说这个 栅栏的个数 count把它选为整数 将这个count给它 将另外呢 我们将这个树 这个眼睛打开 就变量就变成功有的 可以在外面上进行 外面进行编辑 好 保存 编 现在我们默认count呢 我们假设是三个 就是默认情况下 它是三个 好 把这个分析举出来 你可以看到 现在产生了四个 现在产生了四个 这个数量上不对 我们应该什么 count-1 对不对 因为我刚刚有说 这个是从0开始的 所以 我们需要 来减去一个1 减去一个1 才是正确的数量 所以可以看到 count决定了这个数量 如果 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选择 换 如果换成4 它就会多加一个 然后10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来创建 这一个 栅栏 创建这个栅栏